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意道 你们还玩吗 不玩的话 爷我可就回家了 玩 我把地气压上 一个魁梧的男人把地气压在了堵桌上 园夏心里乐开了花 小爷发财了 再也不用露宿街头了 从园家出来 他身上半分钱都没有 痛快 话音未落 一个大高个的年轻男子闯了进来 嘴里慌慌张张地喊着 夏爷 夏爷 我可算找到你了 别玩了 你的好运来了 园夏一世 李云川看着他的前面 用眼神告诉他道 这不是正来了 你要成亲了 嘿嘿 和你 我是说真的 园夏笑了笑 你靠边等等 我赢了这把再说 赢了这把 他就有地方住 也有钱了 还在乎嫁不嫁人 万一又把对方客死了 他这辈子还怎么活 上次去求月老赐他一桩婚姻 并顺顺利利地过门 结果呢 回家时 奶娘没了 李云川劝不动 只好等着他玩玩这一把 大川 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你不来 我一直赢 你一来 我输惨了 园夏不但没有把第七赢过来 反倒把赢来的银子输了个金光 你马上就飞黄腾达了 还在乎那点银子作甚 你出趟公差回来 见鬼了吗 就我这到了八辈子的霉运 还飞黄腾达 我要不是等你回来 早就离开京都去外地做乞丐了 你被皇上赐婚给了六王爷 园夏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 他才安下心来 别胡说八道 你这衙门小小的捕快还想不想干了 我没胡说 今早圣旨就送到了园府 我今早刚好回来 你爹来跟我打听你的下落 我这才知道你离家出走了 他不是离家出走 是和原家断绝了关系 现在没有时间去解释 你确定你没有胡说 我的姑奶奶 这种是我岂敢胡说 哈哈 园夏不可置信地大笑了起来 我被赐婚给了王爷 园夏激动地摇着李云川的手臂 大川 我以后就是王妃了 园夏笑得都快忘了自己是谁 是啊 以后你就是六王妃了 园夏的笑容突然僵住 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六 六 王妃 我被许配给 给了六王爷 李云川点了点头 园夏腿一软 手下意识拉住了李云川的手臂 腿软 扶我一把 六王扶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道 六王爷人品贵重 护国有功 今有元氏 元尚书元杰之女元夏 贤良淑德 故朕亲定为六王妃 七日后完婚 钦辞 一名公共手拿着圣旨 春风满面的笑容 恭喜六王爷 贺喜六王爷 六王府的圣旨由皇上亲自送来 比元府的晚了几个时辰 靠在床榻上的六王爷 陆毅脸色苍白 虚弱地咳了两声 多 多谢皇上 皇上念陆毅身上有疾 便免了他的跪拜之礼 皇上坐在了陆毅的床榻边上 平时六王爷 亲和道 皇帝 朕知道这桩婚事委屈你了 你的身上的疾病 朕寻了天下名医 都不能将你治好 你这已经卧床两年了 近来 太医说你身体越来越不乐观 朕就想着能不能以毒攻毒 这元节之女原下是天煞孤星 兴许你娶了她 你身体的病就不要而治了 当然 你若是不愿 朕立马就收回这道圣旨 咳咳 六王爷又咳了几声 谢谢皇上如此为臣帝着想 臣帝愿意娶她 咳咳 臣帝是即死之躯 若是她真能以毒攻毒 咳咳 臣帝自然欢喜 如果不能 臣帝也死而无憾了 皇上 臣帝有个不情之请 皇上慈祥地点头 等待她说 咳咳 臣帝自知时日无多 怕是等不了七日了 咳咳 臣帝恳请皇上把婚期改为明日 臣帝很早就想成亲了 骗离也早就准备好了 咳 只是身体不争气 好 朕答应你 臣帝还有一个请求 婚礼一切从简 咳咳 陆毅差点把心肺都咳出来了 好 朕也答应你 陆毅的下属陈锋把皇上送出了六王府的大门 快速回到陆毅的床榻前 王爷 您怎么不拒绝这桩婚事呢 这皇上哪是想以毒攻毒 他分明是想 公死你 这几个自尘封不敢说出来 但陆毅也懂 放心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瞧你这点出息 你可是天不怕地不怕 不就是被赐婚给一个生着病的王爷吗 至于腿软成这样 大川 今夏有力无气的道 你也知道那是生病的王爷呀 要是他自己病死了 不是我克死的 我也是要陪葬的呀 如果真的是我克死的 那我也要陪葬的 横竖 我都得死 李云川叹了口气 全京都的人都知道 五年前 六王爷文武双全 常年在战场上 杀伐果断 战绩累累 以一笛百 敌国人见到他如见到阎王 六王爷战胜归来 却染上了疾病 看遍了天下名医也不见好 五年来 不理朝政 也没有离开过六王府 就在六王府中养花养草 且要不离身